大家好,我是凯教练 今天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个我们时常用到的营养品 除了蛋白粉之外 我们来聊聊积酸 很多人对积酸有比较 对跟蛋白粉比起来有很大的疑问 积酸它到底是不是药物 积酸它会不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积酸是不是真的这么神 能够让我找很多的肌肉 我们今天来稍微做个比较深入的剖析 来了解什么是积酸 首先什么是积酸 积酸它其实就是一个 自己身体本身 我们从肝脏胰脏 它都会产生的一种氨基酸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能够加速形成 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再形成ATP 那我们知道ATP它是我们身体在做 尤其在做爆发性 跟短距离冲刺的一个运动 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第二 基酸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 吸入更多的水分到肌肉里头 那我们知道肌肉70%是水做成的 所以当你肌肉含水量更高的时候 它恢复会快 然后它会看起来更饱满 基于以上这两个原因呢 积酸没错 的确是会让我们的表现 运动表现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好 但这必须要建立在 你有高强度的运动 你有足够的休息 跟足够的营养的一个基础上头 那再来积酸 我们的人体存在多少积酸呢 我们的人体大概95%的基酸存在我们的骨骼肌里头 剩下5%会存在我们的脑啊 我们的心脏里头 那平均来讲的话 人的身体里面可以储存到大概120公克的基酸 所以说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 它也是会排掉的 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那基酸在使用的前面 就有一个所谓的载入的一个过程了 载入的过程你需要摄取稍微多一点 大概前10天到20天吧 你每天可以摄取大概10公克到20公克之间的基酸 让身体的肌肉骨骼肌里面充满的基酸 之后保持的过程 每一天大概摄取3到6公克 来维持住它就可以了 那这就衍生了下面这一个问题 那很多人说 OK那基酸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需不需要把它cycle 什么叫cycle 就是说我需不需要停一阵子 用了3个月6个月我需要停一阵子 不用 因为基酸它是一个很天然的东西 所以它既然能够在一般食物里面摄取到的话 你就不需要cycle它 前面的载入过程过了以后 之后每一天维持大概3到6公克的保持的这个量 是可以一直跟蛋白粉一样一直使用下去的 那再来基酸有哪一些副作用呢 大部分常听到的副作用 就是吃基酸会拉肚子拉 吃基酸会让我们的肌肉抽筋了 这个大部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方式不对 因为基酸在进到我们的肌肉 它是需要胰岛素来做一个促进剂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什么东西最让我们身体排放胰岛素 糖嘛 很多人吃基酸只是用水泡 而不是用糖分来泡 所以说它进入到我们肠胃的时候 肌肉并没有吸收 它反倒吸收了更多的水 让你拉肚子直接拉掉了 所以基酸最好啊 一公克的基酸你要使用的时候 大概可以配上15公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把它喝下去 那基酸还有没有别的副作用呢 因为它必须要靠我们的肾脏啊 来做最后的代谢 把它的那个最后的物品 我们叫creatinine 这个东西要从肾脏里面排掉 所以如果你天生肾脏就比较不好的人 建议一下去跟你的医生聊一聊 适不适合使用基酸这个东西 聊过之后比较能够确认 总是嘛 因为你要知道身体的东西 还是要确定它的安全性 最后你跟我说 哪一个牌子的基酸最好啊 真的每一个美国厂牌出来的基酸 它的或是任何国家出来的基酸 它的品质都不一样 不过你只要在基酸 你把它泡在你的果汁里面 看它的溶解度 试过一两次 喝下去不容易拉 然后都完全吸收掉了 那这个基酸的品质 大概就是还不错的一个基酸了 好吗 今天基酸跟大家聊到这边 下次凯教练再跟你聊 别的有关健身的问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希望大家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是凯教练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认识 人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